现在的资讯很发达,所以电邮未有很多资讯 但有很多都比较作大,所以要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分析一下究竟是真与假 在好几个月之前,有个朋友发了个email给我 里面拍了很多越南的鱼粒 它拍出来的鱼肉是不自然的,它的颜色是透明的一条白色的纹 再看深一点,真是触目惊心 因为它的产地是在越南的湄公河 那里沿海还会有鱼长,那里是成产的一种链鱼 它是外销到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欧洲、纽西兰 而加拿大我们这里都有的,因为它的价钱是很便宜 它是产量很多,所以在英国里面最出名的 那种叫Fish and Chips,薯条和炸鱼 它们应该用是用雪鱼的,但它都已经为了它的利益起计 它就用了这种叫链鱼 而英国的食物标准局和都柏林大学的报告 都认为这个越南湄公河的水质是很差 它出产的部分这些鱼是曾经受过工业废料和细菌污染 它说进食这些鱼可能会影响健康的 它出产这些鱼 它运到各地的时候,有不同的名称 它这个鲰鱼是它中文名 因为它的样子有两条鱼在前面 所以很多时候英文就叫做Catfish 在英国它就叫做Coplar 在美国和纽西兰就叫做Barsa 而在加拿大我们买到的时候 它是写着Pengasias 而中文它就写着是龙利柳 在这些超级市场里面 是普通的中式的那些 比较普遍的那些 它就是写着鱼柳 有些是写着龙利柳 那它的价钱就真的很便宜 是很大量的在冰柜里面 你看到它时时买特价 真的便宜得很紧要 所以我因为看了这个电邮之后 我就小心选择 在这个如果说明是 product of Vietnam 即是越南产品 我就真的不敢吃了 那我以为在这些中式的超市里面 比较普遍一些 它就会在这里出售 谁知道我也在加拿大里面的高级超市里面 它是自己包装 那便以为它是其他的鱼 但是看看它后面的标签 就写着product of Vietnam 都是这种 它也有Pengasias的名字 所以不是说一定贵的地方 它就是会是一个高级的鱼 是一个安全的鱼 只要你认为它是有少许的忧虑 都不好买不好吃了 因为真正那些比较漂亮的鱼 比它价钱贵5-6倍 所以为了自己安全起见 这些鱼都是暂时不好吃了 而中国的河流 那里也盛产这些鱼 但是它的情况可能 比越南那些更差 根据2004年水质检查结果 全国七大的江河里面有五成九的河段 是不符合生活饮用水的要求 所以最近中国都曾经将这些长江生长的鲜鱼 和鲤鱼的样本送到英国化验 结果是说不适宜食用 所以大家吃鱼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这两种鱼 尽量是小吃为佳